说你就坐不上来 哇塞 还有动作 有 大爷 大娘 你们二老王给我唱两句 让我开开眼吧 好 我们俩就给你唱几句 要唱你唱我可不唱 大爷 你看 你这老太太那么不懂事呢 小王这孩子给咱俩剃头 你看那啥样呢 唱几句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当回闻亲人子弟兵了 大娘 唱两句吧 唱两句吧 大娘 我都忘差不多了 再说你说这道具没有啥都没有 咋唱的 大娘 道具啊 我都准备好了 啥 她还准备道具了 大娘 给 大爷 这是你的 你这啥意思 开始 花竹竹竹跳啊 愿意满战轻轻了啊 你我像是低头笑啊 好日子在清朝啊 你拉住我的手啊 我搂住你的腰啊 你拉住我的手啊 我搂住你的腰啊 哎哎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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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得也太投入了 看见没什么 关键后边这个造型 他死活不让你靠 你这还要长着你来 大爷 来来 坐这歇会儿 来 没点 让你靠 我美的造型了 大娘 你真不会啊 哎呀 我不是抹不开吗 有啥抹不开的 那时候让你体验生活 你咋不干的 说啥呢 胡啊 大娘 听说你说大爷 听说成亲了 怎么又没成 这事儿怨谁呀 都怪我爹嫌他家太穷 当年你家比我家还穷呢 大爷 这么多年了 还记这么清楚呢 忘不了 永远都忘不了 宁可忘了吃饭 也忘不了甜蜜的初恋 嘿嘿 大爷真够啊 大爷 现在你们二老啊 都享福了 你们二老是不是也该 对 孩子 这话说得对 我们现在已经享福了 可是感情上却应然受阻 我总觉得什么时候能摆脱 那男女担打的痛苦呢 嘿嘿 大爷 大娘 你们二老啊 不是总想任我当干儿子吗 是啊 今天呢 我就认了 啊 爹 哎 哎 哎 爹 哎 哎 哎 爹 哎 哎 哎 爹 这下好 六十来岁没结婚 任个儿子还是解放军 嘿嘿嘿嘿嘿 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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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哎 别看咱一辈子没撑家 如今咱也当了妈 哈哈 妈 爹 哎 多好的一对儿 爹妈呀 是啊 这下我也就知足了 哇 我也不再孤独了 儿子啊 我谁叫人家呢 我说咱摸着不对劲儿呢 一点儿阳刚之气都没有 嘿嘿嘿 瞎说 妈 你打得打得四村带八乡 我不阳刚 谁阳刚 啊 对吧 爹 爹 老 到老后前为止 啊 我就没发现比我长得还阳刚的人 嘿嘿嘿 真的 爹 爹 妈 二老 听儿子话吗 听 听 我儿子说啥我听啥 您是我爹 对 您是我妈 哎 可哪有爹妈 不是一家的 二老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一个人过日子 我走了 也不放心呢 你要复原呢 你要走了 我考上军校了 明天就报到 这是最后一次 给二老礼发 哦 我去打洗头水 小王的孩子也太有心劲了 临走 临走 还想着咱俩的事 咱俩的事 你怎么就品不出味了呢 他在哪里是给咱俩理发呀 这是分明穿的咱俩的喜事 让你找个老伴 让我不打光棍 屈你的 你说这关键时刻 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了呢 我看呐一半会儿回不来 为啥呀 你咱那么不明白呢 啊 他这有意给咱俩创造点机遇 让咱俩单打单的亲密亲密 还亲密啥呀 其实 你心里 早就没我了 瞎说 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呢 你忘了吗 我让小王送给你半张狗皮褥子吗 要问我爱你有多深 狗皮褥子代表我的心 也心不疼哪 那半张呢 那半张不扑我身下了吗 这就叫 你梦中有我 我梦中 有你 这老东西 你看还挺浪漫呢 浪不好瞎浪 小王一走 我这心里还怪不得劲的 哭啥呀 孩子考上军校真是好事 小王走了 还有老王的吗 还有雷锋班吗 还有台下这么多的解放军的吗 你呀 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红蜡烛扑扑 跳啊 你拉住啊 我的手啊 我揉住啊 你的腰啊 哈哈哈哈 Beloved 大爷大娘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解放军 谢谢雷锋班 秋后的昌 held 夜空自火呀 秋后的甘蔗比米甜啊 这叫好饭不怕饭啊 晚霞夕啊 喜相饭啊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大家对台上现在展示的这张照片 都非常的熟悉了 这是雷锋同志生前 在担任釜顺市建设阶小学校外辅导员的时候 与少先队员的一张合影 我们都知道雷锋是一个苦孩子 是一名孤儿 即使入伍以后 也把有限的津贴 帮助了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可是在那个 我们大家都生活不太富裕的年代 雷锋为什么留下了这么多照片 而且拍摄的如此精美 后来这个谜底终于解开了 这是一位叫张俊的摄影干事为他拍的 张干事呢 当时来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体验生活 前后九次共计79天 可就在这短短的79天里 就为雷锋拍摄了近240张照片 我们今天把张俊请到了我们的演出现场 有请张老 您好 您好 张老 我还不想问您 当时您到部队以后 那么多的战士 那么火热的军营 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为雷锋拍了那么多照片呢 雷锋可亲可爱 四季突出 这个小战士大家都知道 不枪背上 不胸就有枪吗 他背上枪 他又把那个暗闪的时候啊 他那奖牌又带上了 那我给照了第一张照片 就这张照片 看上去非常鹦鹦啊 您有您的镜头 为我们记录那历史珍贵的瞬间 是我们才看到这样一张照片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好不好 我们看这张照片上有很多小朋友 很多少年 孙贵琴 他呢应该说是听着雷锋的尊尊教导 一步一步长大的 后来呢他又参军了 入了党 提了干 现在呢已经是咱们沈阳军区 总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了 就是相片当中的这位 长得很漂亮的这个小姑娘 来 让我们有请孙贵琴 有请 你好 从胸前挂着的军功章 和各种各样的奖牌当中 能看得出来 您这些年 也真的是做了很多工作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刚才就说了 好像雷锋在给你们讲着什么 还能想起来在讲什么吗 他给我们讲毛主席小时候的故事 在讲毛主席小时候的故事 我还没想起来 我还没想起来 重名的大学里走出来的小子 对方便找我刚刚变军 一切也所以看大师的文革 但是我反过来问你 苏联的高尔基上过大学吗 西班牙的赛万提斯上过大学吗 咱们怎么去咱俩 人呢 都去看辩论赛了 你 是他同学 他在吗 他刚刚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我是他姐 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好的 进来坐会儿吧 喝点水 不了 谢谢 前后台 我前后台 我前后台 别摔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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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不行了不行了 回头我过了刚 我的天哪 累死我了 杏竹 我给你表演个节目怎么样 松弛一下 什么节目 你看了就知道了 哎 真是半拖千万别出声了啊 嗯 虽然拉萨的生活比较方便 但是这里毕竟是高原地区 许多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朋友来到这里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 那么想到拉萨来的内地台湾和国外的朋友 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般人登上海拔两千米 就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 而拉萨市区平均海拔近三千七百米 所以出来者往往会产生高原反应 在拉萨 记者遇见了一些前来旅游的台湾朋友 下面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感受 最主要是高原反应 最主要 因为真的是来头一天就可以头痛 然后会稍微恶心会想吐 那因为基本上我们大部分都是自己有带药来吧 就好一点 应该来讲差不多 所以说 毛 equals ogóle 稍微俩 理ện 理髮师 理发师 理发师 好 我们再来学学造型师这个词 请跟我学 造 造 形 形 师 师 造型师 造型师 今天我作为自然的造型师 昨天这期给老鼠找主人的版权